花五千多块钱买一辆二十年车龄的老雅阁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今天带你们感受一下啊 这个车是我前几天一个朋友介绍的 一直放在这里我没有时间来开 今天啊我就是花了五千六百块钱 把这辆二十年的老雅阁拿下了 其实拿这个车我心里面也没谱啊 因为这个车就目前来看这个车况特别差 可能会亏本也可能不会亏本 全当给大家拍个视频吧 给你们看看二十年的老雅阁到底有哪些地方坏了 哪些地方没坏要花多少钱来维修 这个车咱们已经买下来了啊 这个是大本和行驶站 现在咱们给它开回修理厂 把它升起来检查一下发动机底盘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顺便我再开一下看看它这个底盘有没有异响 给你们看看二十年的老雅阁开起来感觉怎么样啊 是不是感觉特别不堪 现在咱们把这个车开起来试一下看看方向底盘这些有没有问题 刚刚一起步啊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方向盘不正还跑偏 一松手了这个车就开始往右跑了 而且特别严重 发动机啊就是声音比较大 提速呢各方面一般 因为这个是2.0的5AT的变速线 提速很一般的 而且雅阁这个发动机它有一个通病 就是它的怠速特别低 刚才我已经试出来了 挂着地挡感觉要熄火了 开回修理厂 咱们看一下这个二十年车龄的老雅阁车况到底怎么样 先看发动机 这个雅阁的发动机其实质量还是蛮好的 它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筑立泵容易漏油 还有这个气门使电 还有这边几个密封圈漏油 这几个问题 其余的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款车的这个气门使盖用的是铝合金的 然后它的进气气管也是铝合金的 这点做的特别好 用铝合金的话它时间长了 它不容易漏油 升起来看看底盘悬架这块 这是它的后悬架 这个出了名啊 它这个悬架是所谓的筷子悬架 就是靠五根特别细的这个拉臂 给它把车身支起来 这几根臂啊 看着真的是特别的细 但是你说断了的 我还真没有遇到过 只是说看着特别细 给人没有什么安全感 但是我觉得它的强度应该是够的 买这个车能否亏本啊 就看这个三元催化了 如果说这个三元催化是假的 或者是里面被掏空了的话 那么这个车就注定亏本 这个车的三元催化是比较值钱的 就这么一坨就值一千多块钱 以前高峰期的时候 这个可以值三千多块钱 看看它的前悬架 感觉好像漏油特别厉害啊 实际上啊 它就是从上面漏下来的 就是两个密封圈坏了 这是它的前悬架 都是双XB式的悬架 下面是磁心铸铁的 然后上面是一根这个XB 当年来说 这个车的用料还是很不错了 在日系车里面来说 你看啊 这个百臂这么厚 不过这个车有个通病 就是它这个球头容易坏 坏了之后 这个车就容易直接趴在路上 非常危险 这是它的变速箱 5AT的 这个变速箱质量还算可以 都没怎么漏油 跑起来呢 也还算是比较顺畅 看看它这漏油的点 其实真的不严重 就是上面那几个密封圈漏下来的 它不是这个油底壳在漏啊 这油底壳是铁的 它一般不会轻易漏油 朋友们 就这个侧而言啊 我觉得我实在是没有信心 把它去整备出来卖啊 因为你卖可能也卖不了几个钱 主要是整备维修费用 太高了 这个发动机应该是有问题的 它的最起码那个正时这一套是有问题的 不然它不可能说跑起来比较陡 而且发动机没有动力 变速箱道还可以 底盘这些也还行 就是方向有点跑偏 可能要做个四十定位 然后外面的七面轮胎内饰都惨不忍睹啊 我实在是没有信心去给它整备 你就算是去整备的话 这个维修费用太高了啊 我五千六买的车加上一个过户就六千 六千我再去整备的话最少花一万多啊 花一万多买个二十年车龄的2.0的老雅阁 你觉得划算吗 而且这个车马上就要买保险了 还要省车 我即便啊是不买这个车损险 也要花小三千块钱 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意思 还不如直接拿去报费 为什么呢 因为报费啊 这个车车比较重 1.4吨多 可以报费报费到接近四千块钱 然后这个车比较幸运的是 它的三元催化还是原装的 三元催化最少能卖个一千多块钱 这相当于就是把我的成本五千块钱拿回来了 老天最眷顾我的点是什么呢 这个车还有半箱油 这半箱油多的不说两百块钱总要吧 还有就是这个车的电瓶和刹车泵这些都是新换的 一个电瓶最少三百块钱吧 一个刹车泵一百块钱吧 四百块钱 我把这些东西拆下来 对吧 这折成钱 这个车我就没亏 五千六百块钱 我买过来我就没亏 可能还赚了一百 我要是遇到有同款的车 我再随便从这车上拆两个零件下来 卖给同款车 我还真有得赚 是吧 这个就是二手车里面的一点小秘密啊 基本上修的车啊 很少有赔的 它不管怎么说 都得把这个成本给保住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